《粉丝特 acuerdo工资》 各位嘉宾 各位得奖企业的代表 欢迎来临第七届资本一周 剪出上市企业大奖颁奖出的 过去的一年 对上市公司来说 相信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无论是大圆的经济环境 或是监管机构的要求 甚至是金融市场的波动都可谓难关重重 不过今天大家能够得奖 就证明了大家已经迎难而上 克服了以上的挑战 只望将来我们认为环球经济是会一片好景 那今期的资本一周就已经有详细的分析了 卖完广告的好消息是会陆续有利 例如有望在今天收市之后 可能会宣布通车时间的深港通 那到时香港上市公司面对的投资者 就会包括来自深圳的 要令广大的投资者在云云上市公司当中 认识到自己 留意到自己就要靠资讯的传播 那这个时候我们传媒又是的高色是很重要的 那希望在座各位得奖企业 未来继续可以和我们资本平台紧密合作 一起迎接这个港股的大时代 最后再次恭喜各位得奖的企业 祝愿大家八尺杆头 更进一步 明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